有的学员别做第一集酒菜用顶级思维就莫非定理你越害怕的事情 愈容易发生 观众留言让你不再害怕 那么现在比特币价格是在一个41200美金左右水平 那么上次视频我们说过了 它突破这个43500美金就可以继续进行一个比特币的一个多头 那么现在的话 也就是在运行当中 也不错的一个收益 我们看一会我们会看到一些三代币种一些走势 包括比特币以太坊 以及我们的以太经典爱达币 还有很多的币种都进行一个分析 大家如果也喜欢冷眼的频道 那么欢迎订阅 先订阅冷眼的一个频道 点击订阅冷眼频道 或者是点击下方的标题下方 点击这个视频下方的评论区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一个免费电报群 或者是直接是咨询怎么去加我们的一个VIP社群 每天都有时钞的一个操作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思路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比特币的一个情况 日线级别的话 它是有一波的一个突破向上的一个情况 之前我们说过 它是呈现一波的一个震荡向上的情况 那么这个收敛三角逐渐是被打破 打破了以后形成一波上涨的通道 那么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它是有机会 我们最高的位置是看到一个55,000美金位置 但是的话能也认为大不了那么高 可能会到达这个 最高的位置可能会到达这个51,000左右水平 这是一个比特币的一个情况 那么可能它会在这个位置震荡一段时间吧 是吧 它这个位置行盘就震荡一段时间了 再去 是吧 修复一下 然后再进行走 再进行走到这个上方一个5万美金的高度 那么如果它重新就回调到我们的白色线上的方案 当然没说 那么我会顺势去做空 那目前的话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从这个日线级别来看的话 还是表现的不错 这个零角上的方案 MCD的话出现金叉零角下方金叉 那么逐渐是穿零角 走向一个零角上方的一个情况了 所以说现在的话 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 表现的还是不错的 表现还不错 期待有一波的一个行情 但是的话 现在的话有一个四小时级别的一个短级别的一个调长 在这个位置是出现了一波的一个 四小时级别的一个调长 我们来看一下它四小时级别的一个调长 它是连着一个收敛的收敛三角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它是回调到下方 下方这个43,700美金是不错的支撑 如果低波的位置 可以考虑去做一波空投 但是的话这个止盈的位置也不要设得太高 止盈的位置也不要设得太低 否则你也可能止盈不了 那么现在的话 它的一个行情的话 是没有这个山寨币刺激的 这个比特币 是吧 因为我们会看到一些山寨币种去进行操作 那么目前比特币来看的话 它整体的趋势是向上的 但是的话 如果低波这个位置重新回调长 那下方的位置 也要去操作一些短级别的一个空单 都是可以去操作的 我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一个以太坊 以太坊我们说过了 之前我们说过在这个位置 突破这个位置 突破这个2800之后 就可以去开多 那么目前的话 一直是不断的去做多上来 是吧 我们这个以太坊的话 我们就看到一个3200多美金的位置 目前的话 最高的位置是到达了一个3190美金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高度 是吧 接近我们3200的目标价格 所以说还是符合我们的 逾期的这个以太坊 那么接下来它突破这个3200 那么又突破之前的这个 这个颈线这个压力 才可能会到达这个3400美金 这个高度 所以说这位置可能要去正正等 周一出现一个旁边的一个调长之后 再进行是否进行向上 再去测试这一波的一个3000次 这个水平 当然下方的支撑营 就是在我们那个3000美金的 好 做好一个防守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以太经典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的话它是一路的是没有出现一个太大的一个波动 没有出现一个急剧的一个波动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从这个日线级别来看的话 之前它是一路的去走了一波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是吗 我们说过了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它突破这个位置之后就可以去做多在这个 20多美金26美金附近就可以去买进这个位置 那我们是在会员群里面是在21美金附近进行买入的目前的话已经实现翻倍了一些现货是吧 那么这个币还能否再继续向上涨我们可以看出来之前它就会突破这个位置以后它就形成了一波的一个 上涨的通道随后去打破了这个楔形之后啊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继续打破了一个上涨通道之后形成更大的一个上涨 说说这一波的一个行情的话 我们可以很明显去看出来这一波它是实际上的进行的一个突破 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突破 那么上班的压力其实是已经来到我们的一个 水平也就是这个57美金附近 那么 更强劲的一个阻力是其实是在我们的一个什么水平在我们的一个61之前的一个新高的一个情况是吧 那么这是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以太经典的话还要去再一次震震 震震一段时间可能就继续向上突破了 是吧 在这个位置震一震了是吧 来回调整一下 会踩一个43美金再去突破啊 或者是直接上去的都是 当然最终的一个目标价格还是不变的 还是继续向上的是吧 即便它短期回调 短期如果有调整的话 绝对是一个机会的 机会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爱达币 爱达币的话最近的表现的话还是不错 它已经打破了一个下降的通道看到没有 这个位置的话 它打破了一个 日线级别的一个下降通道大家可以去看得出来啊 很明显这一波的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 下降的通道是被打破了是吧 这个被打破了以后在这个位置 当时我们在一美金的时候就大家进行一个做多了 目前的话 也是不错的吧 1美金附近在一个 90 95美金 0.95美金附近是吧 那么这一波的话非常明显 这样的一个多头你都不会去操作的话 那么这样的单子的话 非常遗憾 如果你不要去操作的话 非常容易盈利是吧 这样的单子最是最简单 最直接去 直接可以是实现盈利的一个 单子 你看刚好是在一个压力附近是吗 那么目前的话 它上方的一个阻力是在 一个 这个之前的一个新高也就是 1.27 那么更强劲的一个 压力的话是在一个1.6附近 所以现在的话我们也短期可能会去看到这个1.27之后 然后 看它是否能有高的一个突破这个位置之后 回踩一下 测试一下然后再去测试上方更高的位置 这是一个 它的一个形态 这是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币种 包括我们的一个 people 大家很多朋友都说了 就老远去讲一下 那么应大家的样学 大家给大家去讲一下这个people people的话 说实话它这一波的话 它是有一波行情的是吧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位置 它打破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 形态的在这个位置在一个 0.057附近 是吧 这个位置打破了以后 其实在这个位置可以去买入的 不知道大家买入没有 那目前来看的话它上方的一个 支撑很简单 在这个位置 支撑是在一个0.113附近 那么短期之内的话它突破了之前的一个颈线 说说这一波的话 我们是可以看 看它有一波的一个行情怎么说 它这一波的话它是有一波行情 看它距离能够找到哪个位置 是吧 这位置它突破了以后 它会紧张一波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 我们来看一下 测量一下它到底 这个位置 它是有一波的一个行情 可以很明显去看到 这一波 是吧 那么它的目标价格可能是来到一个 1美金附近了 短期级别的 日限 一天之内的一个压力的话是在一个0.0976 美金附近 说说大家就关注这样的水平 当然下方的支撑大家就关注 关注这个 布奈中国的位置0.64 0.664 这个位置可以买进是吧 0.0664 这个位置可以去买进 这是一个 people的一个币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比较 感兴趣的一个币种 包括 Solona Solona 我们来看一下 Solona它是 直见它是打破了一波的一个 打破了一个 下降通道在这个 91美金附近 打破了以后 它是有一波的一个上涨形态的 但目前的话 来看的话 它还没有突破这个 106美金附近 那么如果突破一个 106美金附近的话 它是有一波 比较大的一个航行 可以去看到 可以有个 10%的一个涨幅 也就是 到达一个 124美金附近的一个水平 这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水平 如果能够 如果突破一个124 20美金 24美金这样的一个位置之后 我会去加仓 继续做多这个Solona 还是不错的一个币种 当然我们的一个支撑 大家要看到下方的一个支撑 一定要去看 看这个零点 在一个95美金附近 是有一个强力支撑 如果跌破这个位置的话 意味着它有一波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回踩 但是没有跌破这个 80美金就没有太大问题 是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比较关注一些币种 都是大家说大家关注的一个币 包括DOT DOT大家最近可能去关注了 但是它现在的话 它是有一波的一个行情 大家不知道是否 就关注得到 从日线级别来看的话 它是有一波的一个 有一波的一个行情 在这个位置 它是有一波行情 这个位置 它是有一波的一个不错的一个行情 在这个位置 16美金附近可以买进 那目前来到20美金了 它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之后 它是形成了一波的一个 形成了一波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形态 当然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话 它是形成了一波的一个 上涨 突破这个位置之后 继续去可以去做多的 目前 目前这个位置的话 还是表现的不错 表现的不错 但是的话它是 上方的一个压力是来到了 这个24美金附近 它是有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压力的 说说我们去关注这个24美金附近 是吧 这是一个DOT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的一个分享 先说到这里 大家没点关注 点点关注 点关注的话 请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好我们今天的内容 先说到这里 大家想点 点击订阅 就能演的频道 或者点击视频 下方的一个标题评论区 就可以去加我们的免费电报群 每天发视频之后 也会提醒 偶尔也会给到一些操作 一些 建议给到大家 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先说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